佳基五级和登嘉两座综合诊疗所将在2025年或以前竣工 包括这两家诊所在内 卫生部接下来计划建造10家综合诊疗所 让社区更容易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护理 佳基五级的综合诊疗所将设在佳基五级地铁站附近 由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管理 新诊所将同疗养院和洗肾中心处在同个位置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求 随着我们新加坡人口的快速老化 我们更需要多一点那些基本医疗设施 那在接下来的10到12年内 卫生部将会建设多一点综合医疗诊所 西部登嘉新镇的田园区将是首个竣工的住宅区 而这个综合发展项目将包含新综合诊疗所 新诊所靠近五级巴多路 那一带的居民也将受惠 慢性病患会有一组固定 从不同医疗领域的团队来照顾他们 这个是要确保他们 这个慢性病患者可以得到持续的护理 为满足年轻家庭需求 登嘉的诊所将为妇女和孩童提供服务 包括儿童疫苗和妇女癌症检验等 新诊所将由国大综合诊疗所集团经营 中文字幕 lung经营